我們那個教徒立刻舉手在他全班的面前 甚至老師有時說說攻擊耶穌是不公平的 你可以舉手的 我知道他有很多證據耶穌是很真的 這個你不要以為我老師會給我一個F 其實老師會看到你那種勇氣 他會說這個人這麼厲害 他會為耶穌辯護 但你不需要用很粗魯的說話 你只是用很溫和的回答他 並且你隨時準備好 隨時他說的什麼你可以懂得回答他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更年輕 你有很多機會很多人問你很多事情 我希望大家預備好 他會告訴他 既然你既然一樣受益 你不怕神嗎 我們應該的 因為我們受益我們所做的相性 但這個人沒有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他就跟著跟耶穌說了 這個人在聖經裡面記載 這個祈禱是沒有說主啊 其他主啊主啊耶穌都說 凡清風是主啊主啊的 這個人根本他不太知道應該怎麼祈禱 他甚至叫耶穌 在聖經裡是沒有記載過這樣的事 但這個祈禱就是耶穌說的 很直接這樣說的 不是主耶穌是這樣的 你得過降臨的時候 求你祈禱我 就是耶穌祈禱我 祈禱我 因為我呢 是很慘的 耶穌就很簡單這樣跟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天你要跟我再樂完了 一句很好的說話 如果你離開世界之前 跟著你收到訊息 今天你要去天堂了 你會怎樣想 很開心 或者有一個天師跟你說 你待會要去天堂了 哇 你通常都鬆了 其實你一生日都說 耶穌我祈禱你 你是我的救主 我一定去信靠你的 我們看這個強盜 有些人說他沒有好行為 其實他有 因為他護衛耶穌 他指出那個人的錯 並要他保護耶穌 這個人是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的 因為他知道他有天國的權兵 所以他說 耶穌說你得過降臨的時候 求你紀念我 他知道耶穌是你的權兵 他呼求 耶穌就救他 我希望大家都信心 有什麼 有行為 有生命的改變 耶穌就拯救你 行為改變 其實不是我們得救的條件 你真正的信心 有時候就算一個臨死的人 你就說你信不信耶穌 就算他說我信 這也是公開的承認我 這也是行為 當然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臨死的時候 中間有些人自己叫 我都不信我信耶穌 我臨死的時候 你信不信 信 有時候你的信可能 是不是真信的 有時候你只是膚顯的 有時候說我好辛苦 好吧信 如果你不是真心悔 信靠耶穌的時候 在那陣的呼求 你未必是得救的 所以我經常都會跟那些臨死的人 病人再跟他說 告訴他你要真心認罪 真是求耶穌赦免 你真是依靠耶穌做你救主 不要隨便 因為有很大分別 一個人去天堂很開心 一個人去到地獄 永遠受苦 永遠受益 永遠受益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清楚得救 並且你現在得救 你入了門 然後你就開始給神用 第四 我們一起讀 馬太二十七章四十五節開始 從五靖到新初 見地都啃喉了 若在新初 耶穌大聲哭著說 已來已來 拉馬撒巴 國大離 就是說 我的神 我的神 為神可以離棄我 後面就是解釋 我們一起讀 後書五章有一節 神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 基督既為我們 仇如民事成了就座 天父需要懲罰和就座 主耶穌來拯救我們 所以主當時經歷與天父分離 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他的夫孝是全人類痛苦的總和 神啊離開你是很痛苦的 希望大家的樣子留住 保持著他可以自己用 並可以幫人 由五靖到新初 即是由正五到三點鐘 三個小時 全地黑暗 這個黑暗是從來沒有試過 我自己試過一次 我在香港教書的時候 有一天 忽然間出現 是正五來的 忽然間黑得不得了 就是很少很少的機會 那時候是密雲 還有快要下雨了 很黑很黑 那我就叫了學生 你們看出去 耶穌避奸十字架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全天黑了 這是神從天上降下來的現象 是告訴別人 什麼呢 因為神當時將一切的憤怒 降在耶穌身上 就是神一切的憤怒 當你看到天黑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憤怒 神的憤怒就是當時降在耶穌身上 耶穌在那時候大聲叫 以來以來 即是我的神 我的神 拉馬撒巴 郭伯 郭大利 就是說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呢 這句說話 就是在大衛在 在舊約的時候 在詩篇二十二篇 他感受到神的恩典 在詩篇二十二篇 講到耶穌釘十字架 亦都在那裡講到這句說話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即是他經歷到耶穌的痛苦 他講耶穌釘十字架 亦都講了這句說話 他知道耶穌要受這個很大的痛苦 就是跟天父分離 因為耶穌在天堂 跟天父是有很甜蜜的交往的 永遠都是在地上的時候 他一祈禱 他立刻那個人就復活了 他一吩咐 拉撒路立刻從死裡復活 什麼病 他走到立刻 即是耶穌的祈禱 是神即時應允他的 大風大浪 一吩咐停止 立刻全個風浪停止 耶穌跟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大風浪的時候 他躺在船上 那些人很害怕 但耶穌就躺了 因為他跟神很密切的溝通 所以他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可以完全睡得很軟很舒服 耶穌跟神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但當時天父是跟他分離的 這是他從來一永恆 從來沒有試過分離的 就是為了要救我們 我們習慣了跟神分離 所以我們就不過一回事 但耶穌當時受了一個很大的痛苦 他為我們受了一個極大的靈裡的痛苦 就是跟神分離 可能後書說什麼呢 神史無罪的痛苦 我們會成為罪 他不只是成為罪人 他就是罪 他就是一切的罪 所有的罪就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是罪 他就是成為罪 一切所有的罪 就在他身上 他就是罪 還有基督為我們成了罪作 這個中人聖經翻譯了 受了罪作 也是很不同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翻譯會這樣 受罪作和成罪作 是不是很不同 受就是接受了 但是成了罪作 就是他成為了 他自己就是罪作 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就變成了罪作 這是很大的恩典 耶穌受了罪作 以至我們不用罪作 你想想被天父奏作 你說多慘 是吧 將來很多人是被天父奏作 犯的罪 你想不想被天父奏作 如果你不想 你就求耶穌卸面你 因為耶穌已經為你受了苦 何必你要再受苦呢 第五句 六項福音十九章二十八節 一起讀 這事以後 耶穌知道各人的事已經成了 唯要是經上的跨言言 就說我學了 下面我解釋了 主耶穌真的經歷身體的痛苦 祂沒有用祂的神能除去祂的痛苦 祂經歷痛和口渴 祂為我們受極大的苦 這裡說到耶穌 祂是選擇受身體的痛苦 所以祂當時很頸渴 祂臨死的時候很頸渴 然後祂說我渴了 當然我們經常說我渴了 但是當一個人臨死的時候 祂說很累了 或者很痛了 或者很頸渴 就是當時他臨死的時候 他經歷了這個痛苦 耶穌就是為我們受這個痛苦 還有祂釘十字下 祂真的受這個肉身的痛苦 以至能夠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痛苦 所以我們要感激耶穌 祂為我們受這個罪的刑罰 受這個身體的刑罰 接著第六句 《約翰福音》十九章三十節一起讀一下 耶穌神祂為我們受罪的刑罰 受罪的刑罰 受罪的刑罰